你的頭語蕭體重在50公斤以下 這樣子的話打草劫這個招式傷害就一般了 再把我們圖鑑裡面也可以比對一下各種體重 嗯?他嫌我們的頭語蕭太輕了 肯太魯還會掉落道具巧妙的踢上來傳給我 天啊!我的隊伍就只有頭語蕭進化其他人都在混耶 這邊有賣什麼? 螺絲雷朵茶 布魯黃咖啡 我們來喝一下布魯黃咖啡 這是不是有點像色香貓咖啡一樣的道理啊? 就是請那個布魯黃把咖啡豆吃進去 然後再從便便拉出來 拿那些咖啡豆去煮咖啡 請用會讓你睡意全消喔! 對,這位客人你有在玩寶可夢度假聖地嗎? 我的寶可夢在遙遠的島上過著和我不一樣的時間 一想到這裡我就忍不住擔心我的寶可夢過得好不好 據說鍛鍊寶可夢的腰和腿 歐哈娜牧場的通道射了一個大大的斜坡 明明應該沒有人的,但有時好像被人盯著 難道是守護神嗎? 爹爹在眷顧著你喔! 前方是歐哈娜牧場 距離殘殘之秋還有一長段距離 阿羅拉地區很久以前人們就開始騎乘 肯泰羅 也難怪做起寶可夢會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牧場裡工作的人們非常喜歡寶可夢對戰 好好吃好好睡,剩下的就是適量的進行對戰 曼妮! 討厭小睡磚 好好工作不要突然打起來啊!沒錯沒錯 飛也快到 已經夠滿足沒辦法再戰鬥囉 牧場牧場,主導巡禮中的訓練家 你來了正是時候 過來這裡,隊長也剛好在這裡 摩...喔是...是馬奧 耶,是馬奧 謝謝會顧 這是不是他的口頭慘啊? 歐哈娜牧場的某某鮮奶 味道非常濃郁 如果用來製作白醬之類 就會產生一種無法言喻形容的味道 對了,男的在這邊遇到了 我就在這邊告訴你一些好事吧 可以騎長毛狗了! 說到長毛狗 他會把那些埋在地下看不見的道具給找出來咧 按B就可以進行長毛狗搜尋就是七星的命運了 你就先騎上去試試看 在這附近的地下可埋著不少東西呢 我的朋友水蓮在穿過五號道路後 可以到蟬蟬之丘那裡 你要和他好好相處喔! OK 這隻肯太羅怎麼了? 如果動那傢伙就會被他利用後腳踢喔 肯太羅本來就是性格很粗暴 而且這隻特別嚴重 這傢伙剛剛來牧場 會這樣可能也是沒辦法的 想讓他變成一隻有用的做起寶可夢 但他老是這樣大鬧不知道能夠訓練些什麼 那還是只能借助老闆娘的力量了吧 老闆娘是誰? 是個連粗暴肯太羅都能夠穩穩鎮住的 歐拉拉牧場老闆娘 好的的確如此 果然是需要老闆娘來出場 這就是...啊? 呵呵呵呵呵呵 齁... 這間牧場的老闆娘是大奶罐 其實性格粗暴肯太羅只要被大奶罐一吼 就會像擱淺在潛台的暴鯉龍一樣 瞬間變得聽話起來 就交給你了大奶罐 歐拉 歐拉 好像沒有用耶 歐拉 沒有用啊 據說性格越粗暴肯太羅的能力就越高 就連老闆娘都有點應付不來 讓她消耗點體力或許就會安分 好我們跟她打一場場消耗她的體力 培育一下有型 突然就打起來寶可夢就是這樣子 稍微有點不太符合邏輯啊 不過沒差啦 飛...耶...看到... 飛...耶...快到... 出了一身汗 肯太羅很滿足 要聽話了嗎肯太羅 結果連肯太羅也被你和大奶罐共同作戰給降服 這樣不快對老闆娘 全靠你 做起寶可夢的訓練好像可以開始了 收下這個吧 交點禁 脫了做起寶可夢的服 連不是寶可夢訓練家的人們也可以方便的生活啦 我們那個其實不算是削弱他的體力 直接往死裡打耶 看一下那個長毛狗 長毛狗搜尋 可以搜尋到些什麼 認真找喔長毛狗 你聞到什麼了你聞到什麼了 長毛狗聞啊聞啊 欸欸欸欸有東西有東西 這裡嗎 撿不起來啊有了有了 美味之水 哇好聰明的狗喔 認真找啊 在附近在附近 有了 貓貓仙奶 你們幹嘛把仙奶亂丟啊 我就不相信 貓貓仙奶掉在地上你找不到 還需要有長毛狗來聞 太莫名其妙了吧 好啦應該就這樣啦 其實長毛狗我太ㄎㄧㄤ了吧 寄放屋 這是聖誕的地方 勾魂眼 飛野快刀 飛野快刀 迅速的成長者 喔這個聲勢蠻有錢的 這邊還有可以挑戰的訓練家 腦袋瓜光溜溜的 培育一下滿銀來挑戰 卡利狗 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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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輸了也很可愛 術財怪們因為輸給水連鎮垂頭上氣了 被水連隊長的水屬性利Z亮給打敗之後 再也不想看到水利了 無財 所以那是他養的術財怪是不是 沿著5號道路向前行就是殘殘之秋了 是水連隊長考驗的地方 喔唷 超屬性的頭語蕭可以派上用場囉 大叔我是志願諸道訓練考驗的支援者 我的職人就是測試參加者的力量 首先把5號道路上的訓練家 全部都打敗給我看看 怎麼第一組就是幼兒園小朋友 一點都沒有挑戰的感覺 1加1不一定是等於2 說不定是3或者4 1加1就是等於2你在說什麼 雙胞胎千情 小福蛋跟寶寶丁 飛夜快刀氣流斬 有我們現在就要用了 好欸 欸水啦 輸了是輸了 是雙飛輸了呢 白癡雙胞胎 貓優莎白天才來個進化怎麼不早講啊 觀眾說這邊 哇哇一家人都是雙胞胎複製人啊 喂我說你啊 要不要用這個讓寶可夢覺醒看看 覺醒力量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可以卡得出來 當寶可夢學會覺醒力量時 招式的屬性會是哪一種 聽說相同種類的寶可夢 如果初始訓練家不同 能夠更快發現蛋喔 在遠方其他地區有個叫培育屋的設施 會幫你培育寄放的寶可夢讓它變強 但是我們這邊寄放屋只能夠寄放寶可夢 既不會變強也不會學招式 所以錢包不會哭泣 如果在這邊放兩隻寶可夢的話 還會發現蛋喔 這是我們在這裡發現的蛋 你不介意的話要不要收下 好啊好啊 一部蛋取得了 所以說在孵化出來之前蛋不會破掉的事了 如果把寶可夢的蛋加入進同行 一起帶著手就會在裡面浮出來喔 這邊有一個拍照點 拍一下拍一下 是伊布 嘿 還不錯喔 嘿 是格拉吉喔 哈烏烏被打敗了 唉唷 你這小子 真的有認真在對戰嗎 我很認真喔 認真的享受寶可夢對戰 哼 享受嗎 你應該先在對戰中使盡全力之後再說 喔 Fan 這個人好恐怖喔 Fan 不是 我不是 你在提防著我嗎 不過我並不討厭你這樣 我叫格拉吉歐 為了斷練我的拍檔空一直不斷地在戰度 不過現在受固於骷髏隊的保鏢 唉唷 什麼都不要說我們來當對手吧 是妹夫嗎 格拉吉歐 哇 中二哥 骷髏隊的格拉吉歐 好 他的手怎麼了 格拉吉歐 你的手怎麼了 手會痛 你去醫院啊 大哥 有什麼困難的我帶你去啊 你的手怎麼了 沒 沒那麼嚴重啊 你可以把手放下來啊 喔 喔 喔 屬性空 隱藏在左手的魔力要爆發了嗎 第三隻寶可夢他自己下來打 太恐怖了吧 飛夜快樂 幹嘛啊 他拿 他拿這個拿上來了 原本在這裡 然後拿上來 好像要發功了 飛夜快樂 哥哥 真的是辛苦你了 蛤蛤蛤蛤蛤 這是難對付的家伙 沒什麼好驚訝的 你戰鬥大半的心力都集中在你的左手了 你怎麼會贏 哼 我在做什麼呢 求戰喬喬的決心還不夠嗎 什麼 這傢伙的寶可夢不弱 想要享受寶可夢對戰也可以 但是這傢伙無法戰勝島嶼之王 就因為無法戰勝認真起來了 所以一直以此為藉口來逃避 你認識我爺爺 你是說我很強嗎 什麼嘛 格拉基歐也不過如此 不管怎樣說 無家可歸的人又怎樣會有顧氣 就讓我們替你教訓他們吧 你們不要多試 啊 你們連我都打不過 就不要讓寶可夢白白受傷了 他的寶可夢很不錯 枉費我們特地趕來 這是白跑一趟 那時要不是你攔著 我早就將蟬蟬之丘上的霸主寶可夢搶到手了 回去了回去了 黑暗鴨都叫了回去了 我說你啊格拉基歐 雖然我們老大看得上你 但你只是我們過來的保鏢 並不是骷髏隊的正式成員 明白了吧 啊啊 格拉基這次很忙耶 所以謝謝你 童語是要謝謝你 辛苦你們了 如果要去挑戰蟬蟬之丘的考驗 就要先斷裂一下寶可夢了 我給你一些好東西 你要加油啊 蛋狗狐狸碎片 接下來就是要前往考驗的地方 蟬蟬之丘啦 那如果是你還喜歡我們今天 玩遊戲的流程的話 幫我們的樓下按個喜歡鈕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 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啦 晚安 拜拜 拜拜